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盘指数收跌0.6% 收盘收在6658点左右 从最高峰的7250点 累计到现在两周时间一共是跌了大约600个点 中国方面 中国A股是全世界唯一主要国家中还出现上涨的 上海和深圳分别涨幅 约为0.1%和0.3% 那么在欧美股市方面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由于欧洲疫情尤其是在意大利的扩散 使得股市分别下跌最少2.7% 多的3.5% 美国大盘指数跌得比欧洲还要多 道琼斯指数狂跌了4.4% 跌幅超过1100个点 标普大盘和纳斯达克科技指数也分别下跌3.5%和3.7% 在今天的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其实现在却异常的冷静 在星期一曾经达到过1680 但是在现在又从1680 稳定在了1640附近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连续上涨 但是油价则几乎是天天下跌 目前油价已经从周一的50美元下跌接近于10% 目前报价46块3毛钱 在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就是来说一下这次疫情扩散 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开始 很有可能将会使更多的人或者说更多的患者得到确诊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反过来将会影响到股市和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个星期也看到股市在一周时间之内暴跌了10% 那么最近几天从昨天开始也有朋友在不断地问我 跌了这么快 跌了这么多 是不是它会反弹 我们能不能抄底 那么有关抄底这个事儿 每一次当出现大跌的时候 咱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正常来说 只要是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 那么下跌通常之后都会有一波报复性的反弹 其实我也说人话不能说的太满 在星期三 也就是两天之前 我还说到在人类过去100年的历史上 所有的金融危机没有一次是由于疾病和疫情所引发的 有可能是世界战争 有可能是石油危机 有可能是房地产泡沫 但没有一次是因为生病 但是仅仅我话说到现在才两天时间 股市就连续又跌了7% 而且现在韩国一天能够爆出300 400例的病例 意大利也是七八十起步 美国也才刚刚开始 所以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也真的不知道这次疫情到底会有严重到什么程度 应该说我不敢去想象 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疫情对于股市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家或者说股民也好 投资者也好 在担心什么 在害怕什么 除了害怕疫情扩散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担心和害怕 由于疫情将会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削弱和暂停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几个主要 武汉就不说了 就算是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 包括了比如说娱乐场所 饭店 酒店 包括旅游景点等等等等 绝大部分依然非常的萧条 那我们知道在目前全世界发达国家 包括现在是中国 第三产业 也就是服务业占据的GDP的比重 已经都超过了50% 换而言之 什么叫做这个服务业第三产业呢 用八个字来形容呢 就是吃喝玩乐 消费投资 那如果第三产业中吃喝玩乐 消费投资都被放缓 甚至于暂停了 你说它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如果一个占据比重超过一半的产业 或者整一个服务业 不用停止 只要下跌50% 那基本上来说 今年经济就肯定是负增长 所以说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害怕的并不是因为这个死亡人数或者确诊 股市所担心的就是 由于这次疫情 所要采取的措施是隔离 这个隔离以及避免人接触人将会导致第三产业的巨大萧条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股市才在一周之内下跌这么多 就像我在周三首说到 可能大家本身是觉得这次疫情也许是像03年的SARS一样 非典一样 中国控制住了 基本就搞定了 但现在看来中国控制住了 但是在欧洲 在日本 韩国 在美国开始抬头 这样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希望我说的都是不要实现 这个咱们说啊 有的时候呢 我在周三说到一百年里面没有出现过疫情 这次我觉得也不会 人说话不能说的太满 那如果咱们说的这个迷信一些 你话不要说太满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愿意敲桌子 那我现在立刻敲桌子 如果愿意呸呸呸 那我立刻呸呸呸 希望我们这次这个全球的经济不会因为 这一百年中不会因为这疫情出现第一次的危机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疫情的扩散 导致的经济情况的变化 刚才说到了抄底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在出门之前 从周一到周三啊 每一次美国大跌之后呢 当美国股市停盘之后 澳洲股市的大盘指数都会有一个小幅的上调 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看到早上出门 美国还没关盘 但是已经跌了4% 我也想利用这个所谓的规律 做一次短线操作 所以我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当时就买入了澳洲200的指数 从我出门到公司一个小时时间 当我再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 我还以为我眼睛花了 它在美股跌了4%的基础之上 在一个小时之内再跌了100个点 然后从我到公司 到早上咱们做广播节目 短短的45分钟时间 它又跌了50个点 也就是说从我早上出门 到做咱们8点半做广播 它一共是在原先下跌4%的基础之上 又跌了150个点 简直就是绝了 这么说吧 今天早上一个小时之内啊 我损失起码是15只龙虾 这15只龙虾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来衡量 如果是按照现在龙虾卖不出去的价格来衡量 我损失可能就是30只龙虾 当然了 这并不是龙虾的问题 关键是这次龙虾下降 我一只都没买过 现在就白白损失掉15到30只 这个就相当于啊 这个我买了15只龙虾 不小心摔了一跤 把这15只龙虾调到湖里去了 它们全被跑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 就这个感觉 这个只是一个开玩笑 我只是想说的是呢 有的时候啊 当底部没有确认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即便是周一周二周三 它出现有规律的反弹 也不代表着周四 它就一定能够反弹 那么如果疫情真的继续蔓延 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疫情真的继续蔓延 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我们是没有办法 个人能力是没有办法控制住的 这会对我们的投资 对我们的房地产 对我们的养老金 都造成巨大影响 那作为金融行业的从业者 能不能应对呢 的确是有办法应对的 在金融产品中 如果股市下跌 杀不住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两种考虑 一就是卖空 你买入股票所在国家的大盘指数 做套机保值 第二就是就看个人了 你可以考虑割肉 卖掉亏损的股票 换成黄金股 或者不动买入新的黄金股 或者是黄金期货 因为当世界不论是战争也好 疾病也好 瘟疫也好 只要发生这些不稳定的事件 黄金的上涨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 只是时间问题和幅度问题 但是我还重申一遍 我自己也买了很多很多的股票 美股 澳股 所以我是不希望 这次的股市下跌继续蔓延 但是我也做好了两手准备 包括我在上个星期一 把我余下的一些现金 购买入了黄金股 所以在这个星期 大盘跌了10% 我的综合仓位跌的是8% 其中就有着黄金股上涨 帮我抵消了部分的损失 但依然损失很重 但如果下跌继续 那我将会动手 卖空指数 同时把我现有的一些 对于经济因素影响很大的股票 切换成我们说的 避险产品的股票 也就是黄金股和黄金期货 这个是我本人意见 我们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 全球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这样在本周巨大的下跌 至少下个星期咱们能回来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本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